已经失踪多日的中国大陆广州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 最近被证实遭到中共抓捕刑拘 在此之前警方就曾经警告过郭飞雄 在抓捕北京维权律师许志勇之后不久将会对他下手 而分析指出郭飞雄在大陆异议人士当中声望比较高 这个抓捕很可能是中共为了打击新公民运动 而实施的全国性镇压的一部分 17日郭飞雄的姐姐杨茂萍向媒体证实 说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通知书 声称郭飞雄已经在本月8号晚间被刑事拘留 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7月发表的一份调查 从今年3月以来至少已经有24位中国异议人士被抓捕 上个月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许志勇遭到当局抓捕 警方对声援许志勇的异见人士进行严厉打压 当时就有传言说郭飞雄将在不久后被抓 郭飞雄和许志勇算是今年被抓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 对于他们的打压 就是一个对于各地的这种街头化组织化的行动 一种恐吓的升级 郭飞雄好友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表示 走上街头的公民行动会引起公众的关注 点燃或引爆社会上对中共存在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因此中共对此一直进行最严厉的镇压与防范 真正让中国形成革命的不只是用文章啊什么的去引导 往往都是需要街头化的行动的 那种组织化的行动 隋木清律师也向新唐人表示 郭飞雄被抓捕的原因很可能是 他曾在年初的南州事件中进行街头公开演讲 后来又发起敦促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并积极要求中共官员进行财产攻势 郭飞雄被证实遭到抓捕之后 韩年外各界纷纷对中共进行谴责 并发起救援行动 郭飞雄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3年起开始参与维权活动 与高知盛等人共同推动了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2007年郭飞雄被广州市天河法院 以非法经营罪误判五年徒刑 新唐电视长春采访报导 新唐电视长春采访报导